清椒洗净之后晾干水分,把它切碎 再剁成青椒末 放在碗中备用 红椒洗净之后也要晾干水分,把它先切碎,再剁成末 这个红椒不是太辣,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把红椒换成小米辣 放在盆中备用 三块生姜,把外皮刮掉,洗净之后晾干水分,把它拍扁,再切碎,剁成末 放在碗中备用 半碗大蒜,剥皮之后也剁成末 放在碗中,接着依次加入盐,白糖,芝麻 再加入少许的高度白酒,适量的十山香 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备用 准备八角,花椒,香叶,桂皮,姜片,洋葱,香菜,葱段 锅中多倒一点油 等到油温烧到三成热的时候,把这些材料全部倒入锅中 开大火,爆出香味 等到这些材料全部砸到边设之后,把它们全部捞出来 然后继续用大火,把油烧到湿成热 分三到四次,浇入到碗中 一边倒的同时,一边用筷子搅拌 这样可以充分激发出各种调料的香味 油不要加的太多,把蒜蓉辣酱调成这种粘稠度就可以 等到蒜蓉辣酱放凉之后 我们把它放在密封罐里,密封保存 因为放了白酒,可以有防腐的作用 可以放半年都不会坏 可以用来配馒头,拌面条,拌米饭 都非常的好吃,美味